又回到職場教導資有問必答的環節 今節身邊的嘉賓是來自要財政院的研究部分析員黃偉豪先生 Marvie 你好 你好 家庭觀眾有任何疑問 都歡迎打電話幫我們問問題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abschannel.com 先跟大家跟隨大肆表現 恆生指數這一刻的跌幅有接近1% 跌167點 做19340點 成家額方面有130多億 我們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這裡有一位陳先生 早安 陳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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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今天想問哪一隻 我想問67號一光 67號有沒有次貨 有有次貨 那天我問郭先生 1.6號多買 買到之後 當時開到1.8號多 我問郭先生 他說他的左力位就是1.9號浪 我看見他開到1.9號3號 我還沒買 我只要看過不過左力位 可不可以用電郵頭 拿到1.7號多 我現在都沒買 我想你現在買到1.8號多 或者現在等他破壞 有沒有叫破壞 如果破壞 如果問一破壞 我就知道 我就想想中了這些數 我都是你們的下符 好 先看看現價 這隻股份 今天都是逆市上升 都有升超過1% 做1.8號1 那這隻你怎樣看 既然之前叫過6號買 其實距離 就算到之前1.9號多 甚至現價看過8號 總是有一個水位的賬方 只不過來說 你說之前叫錯過了 那下叫1.9號3 這些高位沒有走到 接下來還沒叫回上去 甚至如果真的回不了上去 更不幸 去到什麼位置才叫沽出來長岸 我覺得其實始終都叫過6號買 都是叫低位 操作來說的確比較容易 我覺得現階段來說 不是說沒有機會 接下來再衝多一次 甚至我會覺得 如果接下來衝多一次上去的時候 如果這次真的破壞的時候 其實已經不止1.9號6 甚至1.9號3 因為你會看到拉條橫線 正正就是這個 剛才說的阻力位 其實也挺大的阻力 可不可以之前兩次跌下來 再加上剛才所說的1.9號6的高位 也都差不多這個位置左右 所以如果這次真的破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已經不止這個位置 我會覺得可以繼續 2.1這些位置都有機會對到 但如果我操作 如果也衝不破了 當然你或者先銀這些位置 1.9號2銀子 做個指賬離場 但相反來說 如果這次不能夠承住個勢 近期的勢也比較好 如果真的不能夠承住個勢 繼續上去的時候 而不幸運回到來 去到什麼位置才走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看 先看20天線 短線來說 20天線 我相對都覺得有個支持在這裏 20天線大概1.7號2銀子 就算是1.7號2銀子 即是離場 都算有得賺在這裏 都有個水位賺幅 所以我覺得先看1.7號2銀子 如果後市不穿1.7號2銀子 其實我建議可以繼續等一等 看看有沒有機會 先試回之前所說的1.9號2銀子 先看1.7號2銀子 陳先生 清楚嗎 謝謝 很清楚 很緊急 謝謝你 陳先生 我們有聽聽第二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我們這裏有位張小姐 早晨 張小姐 早晨 早晨 想問哪一隻 我想問8600 866 866 是 銀機集團866 是 可不可以買得 是否20幾號公布疫苗 是 是 21號公布疫苗是怎樣 是嗎 看看 其實你也是想入的 是嗎 是 這一隻先看看 暫時 這個價位 都是 逆市又升了一點 是升了 4千 做了8.29 這隻前景又怎樣看 首先回答是否21號公布業績 八百六銀機 暫時公布 的確是21號公布相關業績 主要說 這隻 怎樣看 或者是否應該這價位去買的時候 我這樣看 其實他自己先前都說到 頭三季裏面 其實都預算了 特別是五輪方面 其實同比也有一個好美的增幅 當然這方面 已經正正是 始終是 始終是一個比較大業務 主要是這一方面 所以這一方面做得好的時候 是完全有利股價向上推動 甚至整個業務的發展 但始終 自己這樣看 之前說出了一個刑期等因素 但某廠商會覺得 都有點擔心 就算出了刑期 或者對前景上也看得好的時候 為什麼都說有個擔心 因為我覺得某廠商的股價來說 已經率先可能反映了 甚至你也看到 整個走勢都會知道 剛剛幾次來說 特別近期也是一次 也有一次 就試完借近9元邊的價位 又再有一點調整 或者下回來 好像也是衝不破 因為你看到幾次 剛才所說的9元近期這一次 甚至乎你會看到9月底的一次 或者再拉前一點 即是7月的一次 三次來說 都在逛這些位置 大概8.8至9元這價位 都叫做再衝不破上去 所以都會怕短線來說 這些位置有沒有機會已經到頂 甚至要反映的好因素 即是這一陣 可能都要反映了 所以我覺得 即使有營起支持 或者預期業績 都不是太差的時候 也不等於出業績那一刻 有機會爆上去 所以我會建議 給少耐性 不要說這些價位 立刻入市 反而我會等到20天線這位置 才考慮會好些 因為你會看到 其實銀機走勢挺有趣的 但特別是看前一點 從今年大概4月開始 一直都是沿著20天線上 都到後來 你說7月開始 叫做跌穿20天線之後 其實慢慢都叫做不上來 但明明很多時候 都是在20天線做過 即是轉捩點 你會看到20天線 突破完之後 其實那一陣都叫做升得挺厲害 但當跌穿完之後 又會跌得相對比較厲害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一陣 先看20天線 如果20天線不來 後來這些價位 有個承托力的時候 大概8.1這位置 我才建議 去到考慮會好些 相反 看到20天線的時候 如果這次都叫穿下去 即是這一下調整了 穿20天線的時候 我反而會建議 稍為避一避 不要說這些價位 立刻去租入住 好 麻煩你 Rafi 張小姐 有其他問題想問嗎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想問哪一隻 8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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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芯E玻璃 是 2 加些で payroll 燉耳玻璃 gt 無ament 今天來說 為何你說價稍微有調整 因為相關信義光臨方面有少許配售權過了 所以實際上令股價稍微調整 雖然你說昨天好像四個奴幾 今天變成四個五奴幾 正正因為這個因素 至於這個走勢上或者未來怎樣看 應該買的時候 我可以這樣看 現階段的勢頭上的確我覺得稍微一般 不是太過差 但常常你見到這一陣由低位大距兩岸七五幾 試完兩次之後都叫飽回上來 逐漸逐漸都叫走得挺高 但當走完高之後 你會見到慢慢這幾下又稍微有一個 固滑出現或者有跌勢出現 更加來說 今天或者之前幾天都是的 連續跌穿了十天二十天線 反擊都不能上二十天線樓上的時候 都意味著可能小小的中期星星 都可能叫過去了 所以稍微這一下 等等先不要在這些位置才進入 看看五十天線去到四元邊 有沒有支持才考慮會好些 謝謝Ravy 多謝張小姐的電話 我們這一節時間又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依然有問答環節 Ravy依然會在偉家庭觀眾解答問題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再和你們見面 好幾次 來吧 感谢观看